欢迎收看有线新闻,我是蔡永恩 本港首季经济增长初值好过市场预期 按年增长2.7% 政府发言人表示 首季经济绿德温和增长 经季节调整后,按季比较 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升2.3% 期内服务输出增长8.1% 货品出口总额升超过6% 私人消费开支都升1% 指望未来 当局认为市民消费模式转变或带来挑战 又说偏紧的金融状况持续 有可能打击经济信心和活动 而地缘证局将会继续影响货物出口 但由于外部需求维持 出口表现可能会略见改善 税务局发出244万份报税表 个人报税表要在6月2日之前提交 税局上年度整体税收有3420亿 连跌两年 其中引发税收大减三成 不过预期利好股市楼市措施会带动税收增加 李永中报导 2023-24货税年度总税收临时数字有3420亿元 较上年度减少182亿元 按年减少5% 在连续第二年下跌 税务局解释去年的股市和楼市下跌 印发税收按年大减30% 随着楼市全面设立和中证监的多项刺激股市措施 预计2024-25年度总税收会回升12% 去到大约3820亿元 当中印发税达到710亿元 按年多219亿元 在土地注册处注册的物业注册数量 是有超过5%的增幅 而我们在印发税署收到的一些 申请加概印发文件的数量 比如在4月份也有很可观的增幅 暂时来说我不会说我们是过分乐观 我只会说仍然是审慎乐观 上年度占整体税收一半的利得税 有大约1705亿元 下跌2% 申讽税就较上年度 轻微增加4亿元 而来港清税个案大约有3万7500宗 按年减少三分之一 税务局即日起会发出244万份 个人报税表较去年多4万份 局方解释是因为劳动市场人口回升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 就2023的新筹调查都显示 平均薪酬加幅有去到4.1% 那纳税人收入增加了 那纳入税网人数也应该相对增加 那也都是有先提过 政府近年有输入人财的计划 那也都会令到纳税人的数目增加 收到个人报税表之后 要在6月3日前递交 至于经营独资业务的报税限期是8月2日 透过网上报税可以延期一个月 有纳税新闻李荣中报道 垃圾经费先行先市计划满一个月 今个月继续 政府将会在今个月27日交代事行结果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 想借展环留意到前线清洁工人的工作量增加 会认真审视如何落实征费 我们觉得垃圾收费这件事情 实际上香港来说影响了700万人 我们怎么做 怎么可以令到大家去接受 令大家比较上没有那么扰民 令大家做起来的时候 是可以详细 这些详细都是我们需要实际去想怎么做的事 试点之一的柴湾年翠村 物馆公司负责人说 九成居民拿了指定垃圾袋 但只有两成人使用 形成那个绿色胶袋 真的未必够用 它退而随便次 都是用白色 环保署回复查询说 早前已经计划先行先市 为期大约两个月 计划今个月27日向立法会交报告 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分 期望政府当日可以公布下一步的路向 每个月的成本 经营的方式方法 其实都是要有一个规划 有一个准备的 第二 现时的垃圾袋 要不要它继续去订货 还有回收 厨余等等 应该未来要怎么做的时候 很多都是要等方向清晰了的时候 这些业界会有进一步的更好的准备 我自己都觉得 其实8月1日未必一个合适的时间 是去如期推动 他建议扩大到乡郊、学校等事行 但是不认同各自征费 应该考虑分阶段落实 有线新闻王家俊报导 17年联合医院医生开漏药 导致病人邓桂斯死亡事故 死因停继续言顺 死者的女儿胡尚又陈词 提到多个专家证人作工 都认同处方类固醇 被月形肝炎带菌者的时候 要同时处方抗病毒药物 认为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对于病理组织专家崔文山 怀疑邓桂斯 较有可能是 步伐性自身免疫肝炎 胡尚又质疑崔文山 用什么资料作为参考 如果只是参考港大医学院 病理学系 临床副教授盧卓林的报告 认为报告是偏颇和误导 又说时任联合医院 内科医生刘嘉盈 在庭上的证词前后不一 对他的证功有保留 胡尚又说 医生背负住活生生的生命 病人家属的经历 和承受的伤痛 都不是时间可以冲淡 不希望再有人遭遇同样的痛苦 广东梅大高速路面塌陷 当局说发现23架车跌了下去 事故造成48人死亡 30人受伤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做好现场救援 伤源救治 及时派查处置风险隐还 终结营报告 广东梅大高速公路茶阳路段 礼拜三凌晨露面塌陷 造成多人死伤 当局出动500多人参与救援 搜救行动去到礼拜四 仍然未结束 现场持续下雨 又有大量碎石和泥土滑下 增加救援难度 救援人员表示 会争取72小时黄金救援期内 尽快营救被困人员 在梅州的新闻发布会上 官员公布最新死伤数字 说有三个人的DNA 待进一步比对确认 而经过排查 伤亡人员中 暂时未发现有外籍人士 梅州各院市 设置了14个捐血点 大批民众连夜排队捐血 捐血站迫满人 有伤者家属向传媒透露 三岁亲人获救之后 证实脑出血 正是留医心设治疗部 事发的时候 他一家五口在车上 现在仍然未找回全部家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高度重视并且发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做好 现场救援相源救治 及时排查处置风险引患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大局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 要全力抢救受伤人员 做好善后工作 千方百计搜救被困人员 严防刺身风险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 召开网上调道会 连线救援现场 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工作 省委副书记省长黄伟中 到场实地指挥紧急处置工作 应急管理部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 也派出工作组 去到现场指导救援 有线新闻中结型报导 南韩国会通过法案 重新调查离泰院人踩人惨剧 南韩国会新一届会期首次会议 256个议员投赞成票 离泰院惨剧特别法获正式通过 将会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 重新调查前年10月底 在离泰院造成159人死亡的人踩人惨剧 执政和在野阵营合共会派9人 出任委员长和委员 有约难者家属得知法案通过之后 情绪激动 表示相信委员会会彻查事故原因 但是委员会不可以调查执法机构 未移交的案件 或重启已经终止调查的案件 都没有搜查和扣押的权力 回来新闻时间 美国联储局放假 恒生指数再升上年内高位 年升8日 创超过6年来最长升浪 累计升近2000点 北水缺席下 大市成交仍然超过1100亿 刘家发报导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言论放假 否定加息的可能性 本港股市继续向上 恒生指数8年升 是2018年初以来最长升浪 恒指轻微低开后 很快掉头向上 曾经高建18,217点 最终亦以近全日高位收市 升444点 报18,207点 成交1,159亿 导致港股升跌 很大程度就是外资渐渐去买 对中国经济前景 或者股票价值的判断是最重要的因素 过去一个星期 不同的大行都陆陆续续看好 这就是我相信支持市况慢慢耗转的状况 所以短期来说 当你只用牛熊市判断 我觉得是牛市的 新经济股是升市货借头 腾讯、美团、阿里三只股份 贡献行指超过180点升幅 腾讯升上360元水平 见9个月高位 美团大升8% 阿里健康和京东健康就升一成 内房和物管股也有追捧 碧桂原服务是升幅最大蓝筹 计划推出管理层增持计划的万科 升幅也有双位数 蔚来上月汽车交付升一倍三 股价大升两成 理想小鹏、比亚迪 升幅介乎3%至8% 业绩后汇控获大行上条目标价 股价继续破顶 渣打业绩后也有追捧 从上70元升幅近6% 加晚国际油价显著向下 石油石化股受压 其中中石油液市跌3% 表现最差蓝筹 有线新闻刘家发报导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工厨 完成调查销委会资料外事事故 发现五项缺失 包括无为远端传取资料 啟用多重认证 亦都没有妥善设定用作征测和拦截的网络安全软件 令到个人资料未受足够保障 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已经要求销委会两个月内纠正和提交报告 吴卓报道 销委会去年9月 租黑客入侵电脑系统和勒索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工处发表调查报告 发现销委会2020年11月 为了方便员工在家工作 容许员工透过VPN连接销委会网络 但未有启用多重认证核实身份 直到2022年取消在家工作安排都没有启用 结果黑客利用这个缺口 以一个据管理权限的账户憑证 入了销委会网络 恶意加密93个系统 和入侵11个伺服器和端点装置 多重认证功能需要在员工的一些装置 再额外装一些软件 所以员工方面是有声音的 不想装这些额外的软件 在这个数码世界 在家工作安排也是一个新的趋势 但是我都想指出 机构来说 就算是推出在家工作安排 都一定要小心和注意网络安全 销委会又使用 政策和拦截网络安全威胁的软件 但是调查发现没有启动到警暴功能 最终政策到黑客威胁都没有发出警暴 调查也发现 外洩的289个投诉人资料 在事发前三个月 因为人为错误 储存在测试侍服器 一般来说 考虑到测试侍服器的保安措施 一般都是比较薄弱的 我们认为机构是不应该将真实的个人资料 是储存在测试的侍奉器里面 多项失误最终导致450个人的声名 电话地址等资料外洩 包括投诉人 现职或已离职员工 和资讯科技服务供应商的员工 公署要求 销委会聘请独立资讯安全专家 检视现有系统的保安措施 两个月内交报告 证明已经落实各项建议 有线新闻吴专不道 销委会说 至今未能够确定 黑客拿到员工账户凭证的原因 受影响的个人资料非常有限 至今都没有发现被公开 销委会事发之后 已经即时纠正问题 包括启用远端传取多重认证功能等 证员线 资讯科技政策和工作指引 加强抵御网络保安威胁的能力 社署下个星期一开始 新增佛山和深圳两间安老院 纳入广东院社 照顾服务计划认可机构 两间院社分别是位于佛山的 唱响辈养老院 和深圳的宜居养老 社署说两间院社都是由香港私营机构 和内地养老机构合作营运 涉及的私营机构过往记录良好 连同原有的两间院社 目前一共有四间院社参与计划 社署正探讨在今年内将计划 扩展至由内地机构刑办的养老机构 目前正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部门联络 实地考察和共同密室合适的养老机构 广交会第三期开幕 超过800间品牌企业参展 另外也有不少没有参与的公司 在场外地铁站等人流高的地方寻相机 刘昌蓝报道 第135届广交会三期开幕 场外人头涌涌 场外也非常热闹 部分没有参展的钟小企 看准广交会人流 特意在地铁站等地方寻找商机 在的士站 有外贸市场的负责人 向境外采购商 免费派发饮用水 和宣传小冊子 又在酒店引入粤剧表演 希望先人气关注 再寻找合作机会 第一次来广交会 刚才有位女士给了我 她的服装宣传册 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合作 在中国大家都很热情 对于做生意很积极 在酒店楼下都可以获得 谈生意的机会 很方便 广交会三期的主题是美好生活 设五大专业板块 21个展区 有830间品牌企业参展 截至星期三 有超过22万名境外采购商参展 比上届同期增长近两成半 其中受体育热潮带动 相关产品热销 参展商订单暴增 整体出口额同比增长近两成 有线新闻刘卓蓝报道